等一下喔 我們歡迎今天的 額... 項目方廢兔 然後今天是 今天是誰? 我看一下 今天是 Nousagi Nousagi還是Nousagi? Nousagi 請問怎麼稱呼? Nousagi Nousagi 大家好我是Nousagi OK 那我們請Nousagi先 直播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Nousagi 那我是從 2017年入市的小韭菜 然後 現在的工作可能比大家還慘 是個社畜的設計師 然後創作了一些東西 但都不是自己的 一般平常的工作 然後在 Louser Conway裡面當過志願者 我幫他們 做了一些他們的Logo 跟他們的NFT 然後他們的NFT的 競標價格最高來到 7000U等值的貨幣 那是我接觸到的第一個 奧的項目 OK 所以 所以 設計是 接案的那種設計 還是有在 就是... 沒有就是一般公司裡面 小小設計部門的設計師 了解了解 好 現在聲音 還是很小嗎 還是OK 就是 我有稍微跳一下 好 那 你 在币圈的經歷可以講一下 就是從 2017一路過來這樣子 就是 我在币圈的經歷其實蠻無聊的 我 從2017年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就 覺得說 那時候就看到新聞 然後覺得 以太幣這東西應該蠻有潛力的 然後就買了6顆以太幣 然後從他 200多塊買 到後來就是到 1200沒有賣掉 然後到 後來跌到88塊沒有賣掉 一直到去年 然後碰到合約之後呢 然後就一個晚上 我那 所有的以太幣就都不見了 所以他叫遠離合約 這期生命遠離合約 然後後面就是在想說要怎麼把錢賺回來 然後就在錄空頭 然後錄空頭錄一錄之後就 碰到一些 項目 像EMS跟 Rushercoin就是那時候碰到的 然後都拿到空頭 然後 就到後面 到後面Rushercoin完之後休息一段時間 然後開始關注 開始關注NFT的市場 然後 就是弄久了之後就覺得說 我都幫別人做東西 我都沒有自己的東西 然後想說自己來做一個項目 所以 Fate 2算是你第一個 項目還是 就是 自己的項目 對算第一個自己的項目 OKOK 那 欸 是 怎麼樣子 的起 緣起讓你想要做Fate 2這個 項目 就是 其實我在 NFT的圈子 差不多就是 也是 這一年左右的事吧 大概從去年 發行那個大概是5月多 然後到現在 也是大概在今年5月多的時候發行我自己的項目 然後 然後到 看許多的 其實比較 集中在看的時候大概是今年1月開始 那時候看每個項目都需要 單白單啊或者是每個項目都標榜自己是藍醜 但是我覺得說 回歸 區塊鏈的本質 我覺得 決定項目價值從來都不是項目方 但是為什麼 就是有些NFT 可以從一開始就說他自己是藍醜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一個項目的價值應該是要由所有持有者共同去創造出來 那我也想要創造一個這樣的項目 就是他是由 持有者一起來創造他的價值 然後我們一開始可能 就沒有什麼價值 然後 呃 我們這個項目它就跟一般的項目不太一樣 我們就是來玩的 就像 一般的迷因幣一樣 從一個有趣的想法開始 然後聚集了同樣覺得這個項目有趣的人 然後 所以我們 捨棄了蠻多NFT 團統的機制 然後我們希望 就是我們 沒有做 白名單 然後我們也沒有 買廣告去請 或者是請KOL 那所有我們現在 的 Pay2的成績都是 我一開始 一個一個社群裡面在那個 項目分享 裡面去一個一個分享 Share我的那個區域 對慢慢建立起來 那也是 大家每個 每個成員進來的時候也是 覺得有趣的話也會主動幫我們分享 我們的成績都是 靠 我跟成員這樣子一起努力來 建造起來 其實 糖果人的 面向跟你們差不多 就是 我們也是 想要跟大家一起共創 因為我們覺得說 這個其實共創的價值 還有共創這個過程 是蠻有趣的 對 然後 所以你在 買 現貨和 NFT中間就沒有在玩其他 筆圈之類的東西 就是 現貨跟 對我主要是現貨跟 NFT OK 然後還有空投 所以就是 如果 沒有挖光 沒有攻 GameFi 沒有其他的 就是 操作或者是 經歷 你知道GameFi都 都來不及進去 但是 GameFi我要進去的時候 我就倒了 對 資訊要獲取得快一點 對啊 那 而且 我那時候 也是在去年 我也有看一下GameFi 然後GameFi就是 看到那個 價格都比較高 然後 看著看著就 因為 紅的時候 紅的時候價格就 蠻高的 就是 那時候也來不及 鏡線也來不及 要埋伏最新的那一種 對啊 然後 欸 所以 所以 廢兔這個項目是 什麼時候發行的 就是 你說是 啊 今年 幾月嗎 是發行了嗎 廢兔這個項目 還沒發行 看一下 我看一下 好像是 我其實從 一開始 一月底的時候開始做 大概到 四月 四月初的時候發吧 OK 四月初的時候開始 開始上 上 官網 然後開始 感受 哇所以 所以從 官網 NFT生成 然後這些都是 你做的 就是官網的 UI設計 然後 官網 UI其實我們是用工版的 我沒有 我只是個設計師 我沒有那個 的四倍 所以我們是買那個 RedCAD的工版 喔 好 聊聊這個 廢兔這個項目吧 剛剛稍微介紹一下 還有 什麼 特點還是 其他的介紹嗎 我就是 我就是 這就要回到我剛剛說的 就是我 就是一開始 剛剛不是有說的 就是 拋出一個想法 然後讓大家覺得有趣 那我就想說 我拋出一個想法就是 我覺得說 我們不要 只是為了成為別人 心中所期望的樣子 而活 就像是 我們在Web2的世界裡面 已經 為了成為那個 老闆想要的樣子 然後我們努力的 加班 努力的工作 到了Web3的世界裡面 我們可以 再自由一點 我們 就是 即使這樣子會被人家覺得說 你這樣很廢 那 但是廢 如果別人都覺得說 你這樣很廢的話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用 就是這樣子 廢廢的 一個 一個 集合這樣廢廢的人 然後一起來 創一個社區 來創一個道 簡單來說 就是有點迷因性質 我也希望說 可以有一個 台灣的迷因社區 因為從台灣出發的一個迷因社區 然後 我們沒有路線圖 然後也沒有負能 然後我們有了就是 一個廢兔的這個形象 然後我們透過那個 西西林的版權 開源 然後去傳播它 然後當 我們所有的holder 只要有人提出來說 我們有什麼 想要做的目標的時候 我們就一起去想辦法完成這個目標 這也是 我所期望最終能達到的一個道的形式 那 這也是 我們雖然沒有路線圖 但我們 其實在這段時間也做了蠻多的 蠻多的事 舉例來說就是 我們在前陣子 就在這陣子 O2那裡不是有辦那個 領地的活動嗎 然後 我們那時候也是社區裡面有人提出來說 O2這裡有這個活動 那我們要不要去參加看看 那我們那時候也沒有說 沒有很了解說之後會 有怎麼樣的發展 我們就說 好像蠻有趣的 那我們就一起去做 然後我們去 夢園就一起去完成這樣一項任務 那目前我們是 第一階段已經過了 然後 夢園在等 第二階段 然後 其實廢兔做到現在 之後會有怎樣的發展 我們都 不是 都還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當大家一起覺得說 這個好玩一起去做 一起去做好玩的事情的時候 就是 在這個過程裡面 不只可以傳播我們廢兔 那也可以 讓大家覺得說 我們這個社區裡面 就是 很團結 然後可以玩得很開心 OKOK 所以 所以 這不是一個 你們現在是不是還有一個那個 故事接龍 對我們現在有個故事接龍 是我們那個 MOD經典發起 然後好像是到 明天還後天 然後大家可以去 上面參加一下 目前參加人數很少 然後人家可以拿到 一杯的咖啡 然後我們之前有辦過那個 那個 迷音的那個 跟二創的活動 然後我們的那個 裡面 我們社區裡面 熊泰好像 熊泰有在這邊嗎 熊泰畫的真的蠻厲害的 然後 Copy的創意 也蠻強的 所以有二創 對我們就是 會積極鼓勵大家 去做二創跟 迷音 的 一些 圖片或者是文章 我們覺得這樣蠻有趣的 恩還蠻讚的 因為其實很多國外的項目 像是 人家拿 Enfer或者是 那個 Enfer或者是一些 比較C型的項目來講 也是都是這樣子 慢慢去做迷 慢慢分享 然後去壯大 讓大家更 更知道他 對啊有些 紅的也 莫名其妙 就是 迷音 然後傳播 然後 就紅了 呵呵呵 對啊 所以 其實先涉取那個 兔年 對 對耶 明年是兔年 明年我們兔年說不定就 又起來一波 不一定 好不好 那為什麼會選 兔子當這個 形象 那就是 兔子 就是 對啊 動物那麼多 選兔子 其實這個 蛇耳的兔子 我從 我從以前開始就很喜歡這個 蛇耳兔子的形 形象 然後 就是 一直有在畫啦 我從 國高中的時候就開始畫這種 蛇耳兔子 然後到後來就是用 NFT的形式去傳播它 剛好 有這樣一個機會 然後再加上Pixel的 輸 人數這樣子 對啊 其實我 也可以用 向量那種方式去做 只是我覺得說 用Pixel的話 看起來 比較不會 如果畫的不好的話 看起來也不會太掉漆 所以 所以廢兔 他的 部件就是 他是也是隨機生成還是說 這是 1 of 1 就是 是 沒有都是隨機生成的 OKOK 大概有 總共大概 100多個部件去跑 喔 了解 然後我們有10種的兔子 最稀有的是 水兔子跟 金 金兔子 這有幾隻金兔子 還有一隻水兔子 在下面的地方 水兔子 看一下水兔子 JK Ray 喔 看起來不錯 那隻水兔子 他還有漸層 OK 好那 剛剛聽到你說 CC0 但是 有點不懂的概念 可以 跟我介紹一下 因為我有點不懂 其實 CC0的那個 CC0的東西啊 其實大家看最近的那個 新聞就有看到 BAYC啊 你看BAYC 他其實有開放他的版權 但是 他的版權是 他只有Holder 才能去使用BAYC的圖片 然後 最近就有一個 他是去拍電影 然後拍完了之後呢 他的BAYC被盜了 那這個版權就會有爭議 然後 這時候 這時候就是 常常 你要 如果我們這種 屠狗的項目 說說屠狗 我們這種 比較 平民的項目 然後呢 要拿去傳播 然後我們還要去考慮版權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 這樣子太那個 就是 這樣子讓 我們的成員去 傳播的時候 有點綁手綁腳 所以我們不如就直接開園 我們大概 我們之後 賣了差不多的時候呢 我也會把所有的部件 都給公開來 那大家就可以去做使用 那使用的 喔你繼續 繼續 使用的怎樣 你可以 你邊問邊講 使用的 那個 範圍有包含 可以拿去引力之類的 因為其實 CC0的 它的那個版權開放 其實就是 就是完全版權開放給大家 就是 你只要想用 你就可以用 那 它可能 我們這個著作 我們只保留了 就是著作權 就是我們 是做這個東西的 就是我們這個 廢兔這個項目 是最原始的版本 然後 那個 你事後要怎樣去傳播 是怎樣去用它的零件 其實我們都 都樂於讓你去使用 因為 在 在NFT的市場 現在其實還蠻早期的 然後你會看到一些項目 像是 Enfer 或者是那個 殘儲 有沒有那個 CC0有一支殘儲 也是橡樹風格的 在那個 AYC 它的那個 賣土地的廣告上面 就有出現這支殘儲 那 其實它這樣子 CC0的項目 就是透過這樣子 傳播 就是 去 用那個 發土 去洗你的那個 Twitter版面 或者是去洗你的那個 去洗你的那個 去洗你的那個 就是去洗你的生活 就在你的生活裡面 去不斷的出現的話 那你就會覺得說 這東西到底是什麼 對它有興趣 然後去了解它 那它項目就會慢慢的有價值 而我們 CC0這個 這個傳播的方式 也是算是 讓別人減少那個傳播時候的摩擦力 就是不會讓別人在 傳播上面有太多的阻力 就是說我要去擔心版權 或者是 我 我還要去 我在使用那個 不同的NFT的時候 我還要去考慮說 欸我用它的真正NFT 就是我沒有拿到真正NFT 可是我想用它的NFT 因為我覺得它蠻好看 那我在使用上面會不會有 版權的問題 那也不會 就我們完全開源給大家 然後所以 大家可以盡情的去做傳播 這是我們 最樂於 見到也是 C70 的項目 最樂於去 見到的一個 見到的一個 方式 對CC0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們也是 這樣子去做 通通說 廢兔還不能稱我圖狗 因為太認真 對因為他們有社群 真的圖狗 因為太認真 所以我們應該要把 我們應該要把社群也關掉 好 那 接下來 繼續聊 廢兔是不是 有一個 地方是 進化 撰區 那進化這個是 怎麼樣子的進化 進化呢 進化的是 算是 算是一個獎勵的機制吧 因為 我們是想說 如果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 跟其他項目不一樣 我們沒有 排名單 所以我們不會 我們在別人邀請 邀請別人進來之前 因為大家都會先做一下 做一下 做一下那個 怎麼講 做一下功課 然後都會先了解一下 廢兔這個項目 到底是在幹嘛 才進來 然後 就是也在買之前 也會做功課 所以我們的 項目其實在 一開始就具有一點的 一定的凝聚力 然後 我們要怎麼樣 讓這樣的凝聚力 去延續 就是 我就想說 我們的NFT 它創造的是一個 你每個NFT都是獨一獨 獨一無二的存在 那 會不會我們可以讓這種獨一無二的存在 再有一點 自己的個性 那就是我們去獎勵一些說 積極參與我們社區 或者是 參與我們社區活動 然後有得名的人 我們去幫他的那個 那個 兔子 廢兔 去做進化 那讓他可以不但擁有一個獨一無二的兔子 還可以 就是 擁有一些自己 所想要的個性 算是 給社區成員的一個 獎勵機制 OKOK 所以 所以這個進化的方式是 就是 獎勵是之後會用空頭的方式還是 不是不是我們就會直接幫他 把那個 他想要進化的那隻兔子 然後直接就是進化成他 就是進化成我們 就是經過我們協商之後 就是 幫他 他想要的那個 進化的兔子 直接幫他把 補片給進化 所以 就是把那個的 鏈上的 圖片改掉 對 就 改IPFS 就是上面那個 合約的東西 他們就 他們也是自己選啊 他們就選說 可能 他有 幾隻廢兔 然後剛好這隻 的 形態他沒有那麼喜歡 或者這個號碼 他想要進化成 那個 他自己喜歡的樣子 那他就可以去 去那個提出來 那我們就幫他做進化 其實 你講的事情 我唐果人其實也有在規劃要做 就是 大家的想法真的都大同效益 就是 算客製化 對對對 就是 稍微客製化 但是 像你說的要 用獎勵 積極參與社群的 這種方式 其實大家玩 大家玩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你沒有 你先問 好 那 所以 未來的話 廢兔會有 什麼樣的規劃 就是 就是 除了 就是 之後的活動 除了Automata 這個 第二階段 或者是 喔對 說到這個 你們有 想法了嗎 就是你們社群 順便問問這個 往後的 競爭對手 什麼 什麼 什麼樣的想法 你指的是 就是 那時候 SanSan不是有 發一個 就是 看在裡面要蓋什麼 或者是 那如果廢兔 的提案裡面 你們覺得廢兔可以蓋什麼樣子的 建築 可是我們的 我們的很鬧耶 因為我們 我們 一開始討論 就只是討論著玩 我們就想說 回一圈 資本的高牆 然後上面有一個 銀色的尿尿小童 然後在尿 血尿 然後尿在下面 然後 四周就圍滿了那個 公園的長椅 然後上面鋪滿報紙 然後有一個報紙回收區 公園真的 那個觀點 然後在那個 在那個資本的圍牆 上面就有打三個洞 其中一個洞是真的 就是真的洞 這樣進去 然後另外兩個洞是 另外兩個洞是那個 報紙畫的 拿那個 畫一畫印印之後貼上去 就是象徵 角兔三哭的意思 我聽了出來 他們其實也 就是討論我們就是好玩 好玩這樣子 亂想亂想 討論出來的 目前還沒有說 討論到很細 我們就是 先看說 6月15 才 要進第2階段 而且他 他根本公布的資訊也還沒有很多 對啊 所以我們就 先 先隨便想 我們後面再想說要怎麼把它視覺化 OKOK 那 廢兔的 平常 社群生活在幹嘛 我們的社群生活 就是 我們 有玩遊戲嗎 目前 我目前 比較沒有在玩遊戲 我們就是 平常就是 上去耍廢 然後 抬抬槓 然後 做一些迷 我們 比較 有 在 交流的專區就是 我們大家可能 假日的時候 會 起來分享一下大家在喝什麼酒 喔 有那個 耍廢的時候買 要不就是吃什麼 要不就是喝酒 對 然後還有一些漫畫專區啊 或是什麼 然後我們還會 我們現在其實主要是在推廣我們的項目 就到各個 社區或者是 大家去想辦法說 去看我們哪個社區有活動 我們可以去 去做 我們先把我們的能見度 項目的能見度給提高 因為 現在畢竟是 算 比較偏熊市 那所以推廣上面 也比較 比較困難嗎 吃力吧 所以 所以我們就是現在目前主力還是在推廣這方面 OKOK 那 如果需要到其他地方推廣可以再聯絡我 對 好的好的 就是 剛剛沒有自我介紹 跟 廢徒的各位 自我介紹 對就是 我是多多綠 那 我是 湯國人 Candyman的 founder 然後同時也是在 Astrogator Femme 鱷魚檔 MOD 這樣子 嗯 對對對 然後 未來也會創一個 類似項目的 聚集地的一個 道 對 正在籌備 然後 繼續問 一下 那 就是我剛剛問到 Automata 除了 Automata之外就是推廣 廢徒這個項目 除了推廣之外我們還是會有做一些 我們就是會想說 自己覺得好玩的東西我們就去研究看看然後 來項目做分享 像我最近就在研究說那個 有點像是 AI的運算那種 啊 最近 最近 最近不是有看到那個嗎 最近不是有看到那個AI生成的那個圖片嗎 在那個 那個叫什麼 AI Nightbird 對 這個項目就是我看了之後就覺得說 我們也可以來 我們也可以來 試的去 我 試試看說 我們能不能做這樣子的效果 我們有去研究一下 那希望說到時候有 有結果之後可以 在我們社區做一個 飆雪 讓大家 稍微有一個 技能在生 對不對 之後要做什麼都方便 對啊 那個AI的其實在Teslos鏈上一直是 很紅的一個 創作方式 就是Teslos鏈大多數的NFT都是從 生成 就AI出來 那他們就搞藝術的 AI廢徒 不要現在給我在那邊選晚餐 呵 我們有一個 就是晚餐的 那個機器人 AI圖目前沒有著作權 我是滷味 欸 所以什麼是AI圖目前沒有著作權 AI做的圖 著作權不是你的嗎 AI做的圖 著作權如果是你用AI做的圖的著作權 該如何歸屬 應該是看發表的人吧 看誰發表才會那個 原來如此 AI做的圖沒有著作權 我也覺得AI做的圖應該 不應該有著作權 除非是你自己去核的 或者是說那個AI的 對那個AI的 程式是你寫的的話 對 像那個 AI Nightbird 他的 他的那個 程式就是 他的那個 項目 他那個 合成的那個程式應該是自己寫 但是蠻漂亮的 了解 沛突然這種奇怪的機器人 這是我自己用Midio亂說 就是 資料庫後面 你是不是有這種奇怪 你說問 問晚餐的機器人嗎 呵呵呵呵 對啊這個 因為你知道 Candyman就是一個跟 食物相關的一個 那個 NFT項目 那我們當然就要貫徹這個概念 然後 然後 這是你們自己寫的 我弄的啦 就是看 大家 我有開一個 紫區 就是討論區 就是說 我們要在機器人放什麼食物 大家來投稿 然後 然後 我就讓大家 來寫 然後我就把它加進去機器人上面 對 然後 如果廢度的人 對 因為 要吃什麼 就其實 對大家來說 這是一個 都是因為困擾 真的 我們社群的成員 現在都在玩這個 大家都愛上 對啊 所以就是 我做一個 小小巧思 在社群裡面 對 好 那 廢兔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廢兔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沒有因為很廢 哈哈 我開玩笑的 我們現在 我們剛剛都被講說不夠廢了 我們剛剛被講太認真了 剛剛怎麼太認真 那你們有去過哪些項目 AMA過 還是我們是第一個 目前 目前是第一個 受寵問金 也是蠻有勇氣的 對啊 就其實我們社群 人多但是 對 蠻冷的 我自己承認 對 就是希望 我已經盡量給大家一些東西可以 拿出來討論 就像 我們最近在搞實際的東西 就是 想說 大家可以一起來寫個實際 那 就是 如果說 我們招攬 可能說 都有在做實際的KOL 進來 大家都分享自己IG上面有介紹過的 然後 或者是說 自己也沒寫過 但是想要試試看 那我們就可以 把作者都蒐集在同一篇的刊物上面 就是 以唐國人的名義 那 是一個像 報社的東西去 發 在 平台 刊物平台上 讓大家認識唐國人 然後唐國人有哪些 作者 還要搞課程 楊楊是我們 尾聲 我順便介紹一下唐國人好了 既然你們都來到這邊了 就跟廢徒介紹一下唐國人 就是 你先你先介紹一下自己 喔 後訪過來 我是 兜兜綠 那 就 剛剛講過了嘛 就是這邊的Founder 再來 再來是 Extrogator的Mod 然後 我是 去年才進幣圈的 對 那 那時候是 從玩GameFi起家 玩GameFi起家玩一玩 然後 後來就 開始學 怎麼DeFi啊 挖礦啊 然後 這不是真的挖礦啊 就是 雲端挖礦 就是用那個 就是 流動性 直壓 對 或直壓 對 單臂直壓 這樣子 然後玩一玩 到10月真的GameFi 起來 然後 幾乎必安店的 每一款 紅的都玩過一遍 這樣子 然後 10月2月才會接出NFT 然後 呃 對 就是 NFT 我也不是像Flip那種人 我就是 買下來收藏嘛 所以 買下來之後就不看地板價 然後就是 因為我覺得說 NFT他 其實帶給我覺得社群方面的 東西 對我來說很 比 呃 就是 買賣價差這種 還 還 重要這樣子 所以我就 都買下來收藏而已 對 然後 就想要 做 就 慢慢的從一個 參與者 變成一個 Founder 就應援機會下就有了這個 Candyman的項目 那他原本就只是一個 就 PFP 也沒有什麼 呃 主軸 那我就 賦予他這個 食物的主軸 那 在 NFT 糖果人的 呃 Discord 之前是 叫做一個 尾聲的東西 那他現在依然存在我們下面的 區域 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尾聲 有加密貨幣討論區 那 之前就是 只有純粹的 討論加密貨幣的一個 Discord社群這樣 那後來結合NFT之後 就把 兩個併在一起 這樣子 那楊楊現在是我們尾聲的講師 那 他每個禮拜 如果 對 因為我們都是 就 對 我們都學生 所以 就其實還有外務 所以 如果說 我們的 課程有準備好 就會帶給大家 分享 這樣子 對 那 前面兩堂都是 比較基礎的 基礎分析 那後面可能 課程會比較多遠一點 對 就這樣 製造糖果 糖果人的NFT 可以看一下 那個我們的 呃 就是 裕欄那邊 有一些 糖果人 那 大家可能可以看得出來 他就是一個 糖果的 扭蛋機的 那個 人形 去做的一個 非人 非動物 的生物 對 是這樣 那 那你簡介一下說 你們糖果人的NFT 在做什麼的 喔 好 就 三大主軸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白皮書 這是 這是在 牛市的前提之下的主軸 那 熊市的話可能 我們步調就會稍微放慢一點 就 我們希望能去做一個 美食地圖 那 上面可能有我們介紹過 或者是說 有合作的店家 對 然後 評論區的 地方會 從那種 打幾星幾星的評論 改成 是聊天室 因為web3比較注重互動性嘛 那 就可能是 NFT 或 非NFT的持有者 都可以去上面留言 但是身份會不 不太一樣 然後就是 大家就在一家店的地下 聊說 這個到底好不好 或者說老闆也可以自己 參與討論 那 就是貫徹說 我們其實是想要把 食物的 就是 攻擊者 就是像我們的 比如說你自己想 喜歡做菜 做甜點 然後 或者是你自己在外面有開餐廳 營業或者是 對 然後 再加上我們這些消費者 這個 兩者的 其實算三者 但我 把這個 嗯 啊 店家還有 餐 就是 喜歡做菜這個 食物的攻擊者 攻擊者和消費者兩個 去做 combine 就是去做更 緊密的結合 這樣子 那只是一個這樣子的 因為 就是覺得說 事實是有一個討論區 不是以 消費者為主 就是 是一個 可以 讓大家更緊密的結合的項目 對 但是 中指的中心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會去開發更多 適合給 如果 就是在 資金充裕的 狀況下 因為 就是可能會開發更多 像美食地圖就是 for消費者 或者是 其實 那個 商家他們也能 得利 或者是說 我們現在在做的 實際 那實際 或者是說 我們之後也會 可能會有 做菜的 教學 那這個都是跟 食物息息相關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做 那看怎麼樣是可以讓這個 詛咒去做 發揚廣大 那 三者剛剛講到的地圖 第二個就是 想要做電商平台 就是 for 各 那個 甜點的各工 但是這方面的生態 其實 我還在探討 還有去找一些 比較 自己有在做各工的 就看他們 的需求是什麼 因為 就是 這種平台要架起來 就是需要有 參與進駐的廠商嘛 對啊 所以 這個 這個部分 就是還在商討 那 最後一個是 咖啡廳 這個咖啡廳 就是 唐國人的咖啡廳 那 不只是屬於唐國人 是屬於說 很多 NFT 項目 他們可能要辦線下去 那或者是說 他們有 實體東西 想要暫時 是屬於大家的一個 NFT 圈的一個 咖啡廳 但這個咖啡廳 它定位又不會 讓人 很難以接近 就不希望它變得 像是俱樂部 一般人不能接近 因為我們希望這個咖啡廳是可以讓 區塊店或者是幣圈這個東西更出權 就是 讓 新手也可以進來學 所以說 這個東西 跟我們社群一樣 我們社群都是 教一些小白知識 也不會說到太難 但是就是 給一些 進來的人 那為什麼會 把食物跟區塊店做結合 就是也是因為說 美食這個部分其實是一個 蠻大的一個討論主題 那 可是這些人跟幣圈也沒有說很直接的受眾的 重疊關係 那這方面就可以拉到 蠻多 從圈外的人進來學習幣圈 對 就這樣 然後我昨天好像 我昨天還是什麼時候有聽到你們在講 然後好像是說 那個 咖啡廳會比較延後 然後會比較主力在那個 是是是 電商嘛 對 因為 就 疫情嘛 疫情的關係嘛 是是 對 那時候我們就 一部 顧問 對 就是餐飲業顧問 然後他們也不 就是咖啡廳啦 就是他們本業是咖啡廳嘛 那 就是不希望 我們這時候開 不是啦 就是 其實大家都不希望這時候開啦 不管社群成員會是誰啦 這時候開 你如果說這個 項目方說 現在要開 大家覺得你神經病好不好 那就 拿你的錢 拿你命的錢 去幹這些事情 來把他賠掉 當然都不希望這樣 當然是希望說 還有一點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我們會需要用到 電商平台或者是咖啡廳的方式 是因為 很多項目可能就 只有一筆 從 賣NFT 或者說版稅 這收入來源而已 他沒有其他的方式去 有金流 去繼續 去營運社群 因為我覺得說 如果 一個項目 只有 Mint的這些錢 可以運用的話 那 是不是這些錢 完社群就沒了 或者是怎樣 但是希望 就是一個永續的循環嘛 所以 當然還是要有一些 謀生 或者是說 可以增加我們社群 運用資金的方法 對 太好了 我們這一定要支持一下 我們到時候就每個人 去點個低銷 然後去做一整天 可以可以可以 那 可能這個 今年不到還 其實只能先要看 疫情的關係 對啊 沒錯 我們執行還有老闆的心事 我們把 命之道的錢 拿去買糖果人 然後糖果人就會幫我們賺錢 對啊 就是這方面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 來討論 而且我們跟你講 我們跟廢兔也有一個 很 很 相同的相同點 就是說 我們也有一個 持有者的 提案計劃 就是持有者可以 就是做提案嘛 因為我們希望說 這也是一個 到的運用 那個 運營方式 就是 不需要它變成說 项目方說什麼 就是 就是 社群就接 就是 接受项目方的決定嘛 當然還是要一些 討論的空間 所以就是說 社群如果有什麼 想做 然後跟食物相關 然後就是 我們做得到的 那就可以去做 因為我們其實 跟 就是也不是有什麼 大資金注入 或者是說 有誰誰誰投資 所以 說我們為什麼會選擇 實際這個開始 第一 他 能 賺錢 第二 他 不用成本 哈哈哈 對啊 就是 這麼簡單 對啊 那 可能 還是會 把 如果說這個 實際的平台真的有收入 會 返還給作者啦 就是給作者一些 稿費或 扣扣 那剩下才會 繼續當我們的社群運營之金 這樣子 對 是這樣子 也這樣 蠻好的啊 大家都 不侷限於說一個 固定的 路線圖 我覺得 都有一個目標很好 然後我們就是 廣泛的去 去發想說 我們到底要做什麼 不一定要侷限於 路線圖上面 而且 有時候人算不如天算 你路線圖再怎麼寫 可能 如果有時候 打不到社群 又要罵你說 喔為什麼項目方針的時間 就是 也不想要 做項目變成一個 很有壓力的事情啦 對啊 就是如果 承諾的東西 太多 或者是太 太堅定 太直接的話 可能 也不是一件好事 壓力 所以我們就 所以我們就沒有任何的承諾 好不好 我們只承諾你提的事情 我們會想辦法 是 大家一起想辦法 大家一起想辦法 人多就是 絕對 我覺得 社群覺得這樣 就是你好不容易聚集到一群人 大家 不一定要 等一下我兒子在 大家不一定要 只局限在說 一個 既定的 事情上面 可以多方面去發展 像是 有一些 有趣的事 有一些好玩的事 我們都可以提出來 大家一起努力 去做做看 我覺得這才是 聚集在一起就一起玩 對不對 那那個 故事結容的咖啡 是哪一家咖啡 故事結容的咖啡 是全家的咖啡 應該是全家的吧 我覺得 其實覺得全家的咖啡 蠻好喝的 就是在便利商店裡面來說 你們有沒有喝過 全家有一個 新的 他直接給你超大杯 就是我很喜歡喝洗洗禮啦 但我覺得全家做的還算水準之上 我喜歡喝美式 對 我喝美式的話會喝 全家的 然後喝 什麼一堆奇怪的咖啡 就會去喝 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 Saven 然後在 然後如果是要喝 比較正常的咖啡 就會去喝 露衣莎 露衣莎 說到這個 現在星巴克滿意送醫喔 大家可以去抽 那個 星巴克數位 不是哪有咖啡啊 什麼 西西里咖啡啊 什麼 燕麥拿鐵 我喜歡喝西西里 對 因為 西西里也蠻好喝的 喝酸 檸檬嘛 OK 那大家有對 廢兔有什麼疑問嗎 對啊 大家對我們 項目有什麼疑問嗎 現在開放給大家 上來舞台 跟我們的 Naosaki 互動 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 Naosaki就是 我那時候在想說 欸 我 如果要創個項目的話 我是不是在Web3有個身份 然後 欸 Azuki他把那個 紅豆用那個日文翻 然後翻英文 這樣好像很酷 然後去 找那個野兔的 英文 然後就 欸 找野兔的日文 然後翻英文 Naosaki我倒是兔 我說啊好 他說 對啊 芝麻西人都沒有 我昨天去 買那個星兵的 跑了好幾家都沒有了 喔 好合喔 Mint價是怎麼回事 Mint價是怎麼回事 Mint價 0.00269 就是 這東西 只能意會 不能言談 大家就 269嘛 大家 就 自己 聯想一下 大家就知道 什麼一回事 哇 啊 有些東西 說太明白就不好 我們之後也可能會 我們又在考慮說 要不要 亮縮 然後亮縮的話 總數可能會改成 總數 可能會改啦 只是 還沒有確定 我們就先不講 雞皮快快的項目翻開了價錢 不是喔 因為原本 原本我們是參考了那個 大陸那邊民營的項目 然後我們是點 0.01 然後後面想說0.01在熊市方面跟那個 對那個 對大家來講說有點太嚴苛了 然後我們就來那個 就想說那我們就 被那個 就 降價一下 0.00269 0.005269 因為 我們會想0.00269的原因 就是因為 Gas費的原因 我們不希望什麼 我們希望說我們的 LFT 大概是一個大家 就是在 以太坊上面 就是做一個動作 大概是跟Gas費 上面的價值 差不多 OK OK 然後 FreeBeans的話是 FreeBeans的話是那時候 因為我們 一開始的項目是 呃 大家都是自發性的進來 因為我們項目其實一開始什麼東西都沒有 那大家只是因為覺得理念有趣 而覺得說哎這兔子可愛就跑進來 然後 跑進來的時候呢就 早期社區裡面就有一些人 然後想說哎那我們 社區裡面 大家就來個就給社區這些早期參與的人來一個獎勵 然後我們就給這些早期參與的人獎勵就是 呃 大家可以去FreeMeans這個 我們的廢兔 然後那時候 我們那個我們買了模板 他沒有鎖那個每個錢包的數量 所以每個錢包可以去 重複刷 一下好像 一下就刷差不多 1000多隻 10分鐘左右就破表 好屌 10分鐘 所以一個人錢包可能會有 好幾十隻 廢兔 好幾百隻 有啊 我們的 有大戶嗎 我們的大乾爹 我們的大乾爹好像那時候命成了 40幾隻 然後後面他要去 補命成把他命成到 把他命成到100隻 現在命成的話自己注意GasP GasP怎麼了嗎 現在我們標榜就是 我們的命成價大概就是 你只要把 你只要把那個 智能合約當成 智能合約是 ERC721 不要當成ERC721A 把A給拿掉 那我們的 米成價都跟那個 FREE MEANS一樣 這個設計是不是 很鳥 厲害厲害 然後 那 既然 廢兔都來了 我們 我們會有 我就 送個小禮物給大家 好 我們就送 沒有啦 送三支 三支嗎 三支扣嗎 蛤 蛤 我本來以為是 我要送了 沒有關係 我們也送 你也送 好不好 我也送 我也送 那你就在你們社區裡面抽好了 OK 就是說 廢兔的 你給我一下標題好了 我可以設個 一兩天 抽獎 一天 兩天 要獎嗎 抽獎 還是說給現在這邊的人就好 沒關係你就設 10秒鐘的 給付 這個 幾分鐘吧 大概就在線上的 就 線上的人去抽吧 大概幾分鐘這樣子 好啊好啊 這樣大家在線上 最少好像有一分鐘 大家不然就個五分鐘 如何 好 五分鐘 然後就抽 抽個三個好了 我這邊抽三個 然後你那邊 你看你要怎麼樣形式去送 我也抽三個啊 就跟你同時啊 好 等一下喔 我先 發給大家 機器人最少一分 五分鐘喔 等一下喔 我看一下 你看要多久啊 沒關係 五分鐘啊 五分鐘啊 好佛喔 這是 我們要講什麼 FreeMint嗎 還是 不用講FreeMint吧 我們就直接 空投 就直接空投就好 好佛喔 那我等一下也要抽 因為 因為我們的項目 你要去 FreeMint的話 我們還要再改 所以我們就直接 給你那個 我們就直接空投過去 三個 只是我們的 項目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 我們大家不會看 幣價 我們大家會看 Gas fee Gas fee太高的時候 沒有人回去 Gas fee低的時候才會 有人去 因為那個價格就差不多是 Gas fee的價格 等喔 我來 然後然後你那個 你那個 Giveway開的時候 我也去按 抽到我 少賠一個 沒有啦 開玩笑 你來按啊 我開了 沒有啦 我也要按 好 等一下 後來不要跟Everybody 等一下 結束的時候 我要去幫我兒子洗澡 等一下在看卡通 在看佩佩組 欸 說到這個 今天我們有一個 呃 有一個 MOD他 他小孩也很在看佩佩組 那小孩比你大 我兒子最愛看那個 阿琪跟那個 藍色腳印於你 我已經老了 我都沒聽過 不要在我面前說你老了 大學生欸 對不對 新鮮的肝 好啦 那唐國人這邊送三個白單了 然後同時抽也是五分鐘 好 然後 白單 我們現在有特殊頻道 可以去回顧我們之前 因為我們 課程是 呃 我也上三張好了 然後 其實客人 課程是 就是 呃 就是當場參加 是大家都可以參加 但是如果要看 回放或者是複習的話 就是需要 有這個身份 目前就是這樣子 對 呃 一樣在抽獎區 大家可以去 抽抽 那如果沒有抽到的 非兔家人 也可以 看看 我們的白任務 其實都還蠻簡單的 就是 可以去做 一下 對 對啊 然後如果 對我們的有興趣的話 你們就可以在 SV比較低的時候 進來我們的社區裡面 偷偷去 mint OK 那我這邊就 來把 你們的社群 丟在 這 丟在我們的聊天室 大家可以 進去 廢徒 身份領取出 我用這個好了 你如果有的話可以給別人啦 喔 你如果有的話可以給別人啦 那如果你沒有別人 你如果有別人可以給就叫他來開票 說是你給 全力是你要中獎 好 那 如果沒有人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 AMA 就差不多囉 好 大家謝謝大家今天過來 聽我的AMA 大家有問題嗎 唱個歌啊 誰要唱歌 大家現在在下面彼老 然後在音樂戰這個 沒唱歌怎麼結束 欸 是誰有聽過我的AMA 就會唱 還是說 這個 Nanosaki會唱歌 沒有我不會唱歌 呵呵 呵呵 我們 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歌手沒有來 所以我們 這 這一part 就是 有可能唱歌方面是指那個 多多綠 喔 好 好 明天我們在 變異豬有 裁歌活動 那是我唱的 如果要聽的話可以來 聽 來玩 大家可以再去參與 還蠻好玩的啦 就是 我設計的題目就可能說 欸 就可能說 呃 金曲歌王 這個主題 那你就按進去這個 拆 拆的 然後 就 就拆歌 對然後我可能唱一句歌詞 對 好 好那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問題的話 我可能等一下就幫我兒子洗澡 好 那我們今天就 就差不多這樣囉 謝謝我們的 Nao Saki 謝謝大家 有問題的話可以到我們的社區裡面去 去留言 那我看到的話會 會做回復 那謝謝大家今天晚上